他们的市场实在太不负责任了 这样的说话你都说得出口 什么意思? 为什么另外一面是黏的? 大家好 我是Skubi 今天这段影片是分享我早前在日本 妆装上看到路人买什么产品 而那样产品我没有试过的话 我就会跟着去买 开箱回来给大家看看 究竟别人觉得什么好用 买了什么产品 而那样东西是不是真的那么好用呢? 第一样要试的就是TRTR的cushion 这个cushion我已经见到很多人介绍 但一直都没有试过 为什么我这次会买呢? 就是我看到很多人买 真的很多人买 有个男人男亚裔的游客 看着这个迷茫了很久 然后拿着电话 应该有人叫他帮他买 所以我买了几盒 所以我就买了来试 这盒的价钱就是1300日圆 很划算 我买了这个细细盒Q 是迷你版 打开是这样 为了不要影响这个粉底的质地 我现在的面就用爽股水 抹干净了 没有塗妆前的Base 上半边面试试 我现在这个色号是21M 因为它很受欢迎 所以那里都没有了很多色号 因为它是迷你妆 所以这个pop有点小 但是呢 它的遮瑕度也挺高 我上网看到大家对这个Coscent的评价 就是夏天的时候 它的妆效是会非常持久 你流汗它都会没事 我现在在黑眼圈这个位置 没有照片 我觉得它的遮瑕度也很漂亮 而且粉质看上去都挺自然 有点水泳光泽的感觉 这颜色又跟我本身都挺硬的 暂时上妆感不错 但粉底是要用几次 不同天气之下 才看到它是什么事 现在感觉良好 然后我现在留了半边面 就是要试这个粉泡 这个粉泡我是好像一个 痴汗那样 跟着一个日本的女孩 她本身的样子很漂亮 妆也很精致 她应该是收工去药房买东西的 这个粉泡是480日元 里面有30日元 这个粉泡现在 现在在没有湿水的情况下 黏上它也很大 我有点懷疑它是不需要湿水用的 它的毛孔也有点粗大 但是零零射射 有一面的毛孔是会细致一点的 我刚刚拿了一粒粉泡去湿水 这粒粉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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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没有变 而它的弹性 也是没有变 所以我觉得这粒粉泡本身的设计 应该是不用再特意湿水用的 我现在试试用毛孔粗一点的这一边 去到上粉底 通常毛孔粗一点的好处 就是它会吸的粉底 吸得好一点 但是不好处 就是有机会有些 比较粗糙的粒粒 不过它又有一面是亮的 所以我幻想 你吸完粉底大概印开之后 你就可以反转 用另外一面去压粉底 另外一面是黏的 什么意思 为什么另一面是黏的 它会把粉底扯干了 为什么它用完之后 整粒粉都黏的 感觉很奇怪 看到那个黏吗 但我现在已经不是用另一面去上去 而且本身这个粒粉 因为吸了很多粉底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一边的遮瑕度 是相对低一点的 就是没有这一边的遮瑕度那么高 我试试用濕水的版本去用 看看会不会黏 为什么 原因是什么 我可以有人说 我做了化妆这么多年 我解釋不了这个是什么现象 濕的那个它没有黏得那么实 因为濕了水它比较重 就会容易掉下来 好像用胶纸黏自己的面 因为它很黏 所以它会让整个底妆有些斑薄斑薄的状态 用回这个pop 为什么那个这么美女的日本OL 要买这个东西呢 难道它也是第一次用吗 但我看它很有信心地拿这个pop 还是它的黏有第二个功能 我不知道呢 这个又是要进入十大化妆不解之迷 我暂时试试了 这个粉底的确都挺不错 我现在红色这个款 我上网看到已经是说 遮瑕度没有那么高 滋润一点的版本 但是呢 它遮瑕度还是很高 那如果它真的高遮瑕度 那会是怎样 因为太高遮瑕度的粉底 很容易会让人看上去 有些假的 变成粉样 所以这个我觉得OK的 如果我上镜 有个无瑕的皮肤 或者我本身的皮肤有很多瑕疵 那我就可以很方便地做到个底妆 好 接着就到遮瑕膏 这个是CAMIC的遮瑕膏 CAMIC的遮瑕膏 我本身就是试过这一只膏狀 这个唇膏狀我没有试过 我买它是看到有两个日本的中学生 买了它 那我就买来试一下 它的价钱是7.15日圆 它是这样的橙色 那么橙 如果你有少少严重的黑眼圈 也是挺不错的 因为我感觉我的臉好像越来越深色 你们说不说 遮瑕度不算高 因为要慢慢叠加上去 都要加多少层才能遮瑕 如果遮瑕度低的话 用手指掃遮瑕度会更低 所以用扁掃会更好 如果遮瑕度厚的话 就会有少少要走位走落一些蜡 如果你是中学生没什么眼纹的话 应该都可以的 但是我这些上了年纪 有少少窄 我现在在做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太橙 和我的肤色太不够了 所以我要上一层粉底 到中学反正色 但是它橙得来 它也不太调到我的黑眼影 然后下一个遮瑕膏 就是这一只KISS的遮瑕影 这个我看到有个游客 看着List的买 应该是帮人买的 这一支是1280元 它本身的Selling point 是说它的头很小很尖 它可以很精准地 帮你提亮的内溝 又或者提亮的臥残高光 我觉得这个概念挺好 因为内溝本身很柔 所以你的头小一点 会比较容易准 它塗出来的颜色只有那么幼 这一边因为坑圈遮瑕 所以这里有一个坑 我们试试提亮这个坑 看看是如何 它可能用来做提亮 所以它的颜色也是相对浅一点 但是始终头 它不能做到颜色很平均的一条 它是中间薄 然后左右会厚一点 因为尖的头是这样的 就是靠POP去拍 你POP拍开的时候 就会把它的范围拍大了 不过遮瑕度好像真心不错 你看到我那个限制就没有了 这个挺好 如果我拿它来整个圈遮瑕 始终不是偏橙色的遮瑕膏 没有调色的情况下 这样印起它应该会偏灰 遮瑕度很高 只不过是遮瑕色才可以遮瑕 这一枝用来提亮涼溝和臥残的 我觉得不错 如果用来提亮苦闻的位置 我都觉得可以试一下 这个挺好 粉底很干身 现在有一些扯干了我皮肤的水分的感觉 我臉好像开始有点油的状态 但是过镜看是没问题的 但是真人看有点不舒服 而且粉底好像越来越深色 我现在臉越来越橙 然后下一个应该在内地热了很多年 我都见到它很久 但一直都没试过 我这次去都见到有多少内地代购 十几粒十几粒买的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晚安睡粉 最近这个盒都挺漂亮 它的价格是特价1760元 这么大盒都划的 为什么它会叫晚安睡粉呢 就是这盒声称你24小时都可以用 临睡之前都可以用 然后你说为什么在临睡之前要用碎粉呢 又说到它里面加了很多护肤成分 有胶原蛋白 透明质酸 那些海藻提取物的东西 所以声称它有这个护肤的功效 为什么它这么出名 这么久以来 我都没用过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 它们的市场实在太不负责任了 这样的说话你都觉得出口 我不是说它没有加到这些成分 而是本身粉状的东西 你加了几把泡的成分都好 塗在面上 那面也是吸不到的 同时你可以当它是碎粉 它里面也是加了很多滑石粉之类的东西 对于我们的皮肤来说 是没有任何的功效的 所以你晚上塗它 睡觉 既没有护肤效果 又塗了一阵皮肤不需要的东西 在皮肤上 我没有说它是鼻孔压 只是皮肤不需要的东西 所以呢 又没有这个需要塗在面上呢 你晚上 如果有用过的人 他可能就会说 不是呀我塗完它之后 突然加上身份 真的没有出那么多油 它不是让你的油出少了 只不过它是吸了你的油 所以我们今天当它是碎粉用就可以了 那里面它压得很实些 我觉得粉泡摸上去都很舒服很大 它有一种爽身粉的感觉 我觉得如果它这个白的程度 都不能叫自己做透明的碎粉 真的直接是有色 所以真的如果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想看上去 你的皮肤是白一点的话 你也是可以用的 而且它的宣传都说它不用卸妆 那这个我也觉得OK的 就是你用洗面的产品洗 就应该是可以洗掉的 啊 现在我的面子白到这样的 灰了啊 它的颜色会太厉害了 还是这个出来给艾技用的 但是我发出了一些油 它马上吸干了 然后现在我的面子变了露面的感觉 看下我能不能掃走多余 嗯 掃走多余有好一点 而且它的粉质也挺香挺舒服 我觉得这一盒 如果你本身皮肤不是特别深色 想日头上完防晒之后 有个简单的碎粉 还有一个定妆 还有一个露面的话 是挺不错的 如果你本身皮肤已经比较少 密色的再用它的话 你就会灰了 所以这个也OK 性格比也不错 我现在的面有越来越橙的趋势 所以我先做了一个光暗 好 我现在已经完成了光暗 我刚才上光暗的时候 我觉得我现在的底妆 感觉有点厚 它的遮瑕度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有点太高 因为太高遮瑕度 看上去的样子就会有点假的 因为底妆好像很厚 所以它之后黏颜色的能力都高了很多 所以我轻轻上了少认色 它的颜色就已经黏得很实 很显色 整个感觉有点像画的舞台妆 不是说不好的 我觉得过镜那么高遮瑕度的样子 是漂亮会好看一点的 但是真人看的话 你就会觉得它好像今天 有点激心 接着下一个 就是我又看到代购 一转了整个假的所有颜色 所以我是要去第二间店 才拿到它回来 它就是Canel的这个眼影 其实它的性格比 都真的很高 因为它1072日 就已经有8个颜色 而且颜色是很合理 我特意买了两个我没有试过的颜色 一个是02色 它是Pitch色 又闪又不闪的 接着这个是它新出的颜色 M01 它全部都是不闪的啡 这两盒的颜色都是Friendly容易用的 我现在试一下用这个打底 嗯 颜色也挺漂亮 它的浅色到中等都容易 闪开 和不是怎么飞粉 漸变都容易做 接着我试一下用牙色这盒 加深一点的颜色 接着我用手指上这个闪闪 在眼中间 它的颜色很漂亮 闪都是属于细緻的 我觉得这些闪的低调细緻度 日常用是很舒服的 好 做下眼影 接着加深眼尾 接着做我颜色的高光 我看到这一格好像是闪一点的 所以用来做我颜色的高光 这一格如果没有喷玫瑰水的情况之下 就有少少飞粉了 始终我眼底已经上了眼影 再上一层 没有了黏度是会容易飞粉的 所以都是喷玫瑰水上 这一格的闪比较粗 噴了玫瑰水也是有少少飞粉 不过其实越粗的闪就越容易飞粉 这盒整体我都喜欢的 挺不错 接着下一个就是眼线笔 这个眼线笔我看到一个韩国太太 我一次过了三支 这个是1540日圆 这个眼线笔本身有超多不同的颜色 一些很可愛的颜色 很鲜艳的颜色 都有的 我上网看到大家对它的评价 都很不错 而且它的防水防油度是极度的 它这样打开完一个瓶 打开它是这样的样子 这个是深啡色 线条都超级优细 我觉得这颜色也挺顺滑的 现在试试捉一下它是否脱不脱 就这样手指捉是没问题的 我加一点水 加一点水 加一点水去捉它 这样捉它 很厉害 这样捉都没消 水攻是没问题的 我们试试少少油的攻击 我加了少少奶油在手指上 油一定会浓 很厉害 油它有溶一点 不过我也要用力才会溶一点 果然是说 油眼必备 你觉得不错 下一个就是 噩残阴影吧 这个也是看到 有游客看着标准买的 它的价钱是770日元 这支我一向看到有很多颜色的 有些是偏红一点 但是皮肤泛红的颜色 但是我接着买那个人 就是选了这颜色 所以我也买了这颜色 它的颜色很幼 很浅色的一条阴影 的胸 用来做个臥残底线的阴影 虽然它已经是淡色 但是我觉得如果作为臥残底线的话 它又未够淺色 这么深的两条实线的臥残底线 未必是我喜欢的风格 它真的有条线在 有没有得松一点 我用干净的刷子去摸摸它 嗯 有好点 有好点 下一个我又是跟着日本 自己个妆都很漂亮的姐姐 去到买的折毛期 这个是800日圆的 这些刷子我用了很多 试过很多不同 因为我们平时帮别人 黏眼的刷子 可能会一条一条地黏 所以刷子要够小 一条毛都要够好均 才好用的 DUP的胶水好用 刷子的好用 大家都知道 那我们就试这个刷子 通常来到我会立刻 看它这个贴盒的位置 是否贴得够迷 头部会不会不够沾 这个如果是帮自己化妆初学来说 都不错的 我现在打算拿它来 塗毛液再夹 看看它能不能夹到一柱柱 梳一梳 一夹 塗毛液 好 然后尝试把它夹到一柱柱 这个感觉不错 我有点少用不惯 有点粗 所以会撞开眼睫毛 我平时用这一枝是很尖 但如果新手的话 我觉得也不错 因为它夹一条眼睫毛 它也夹得均 下一个就是这一枝 又是我看到有人拿着照片 对着来买的眉笔 就是1200日圆 它的设计也挺好的 有三个头 有个螺旋刷 然后有个眉笔 然后中间拧开 有个滑眉头的眉粉 所以一枝已经做到 鬆和实的效果 用眉粉这边刷 它就一定很容易刷到 鬆鬆自然变的效果 在缺色比较大的位置 就加多一点色 接着就用笔这一面 笔这一面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新用 它比我想象中刷到 一些幼一点的线 但又未至于刷到 无流感 这个眉笔也不错 如果是新手用的话 也挺适合 接着下一个我也是跟着 一次过买几十支的代购 买的 知生堂的六个眉笔 这个六个眉笔 它HIT了很多年 都一直在HIT 但我一直都没有试过用它 它的价钱是超低 140日圆 不过它就比较短 这些笔状的眉笔 你可以弹性自己 去刨你想要的尖 如果想刷无流感 就可以削尖 想刷松一点的感觉 就可以削顿它 好 我们现在试一下 噢 刚刚开始伸 它很尖 如果你是新用 又不想它那么尖 那么锋利 难些做到尖变 可以在手上揉到它 才上到尾巴 我现在用的三号色 是有点偏红的 我觉得都OK 不错的 它没有一件都容易上色 而且我擦松它的时候 它是没有一擦就散 所以我猜它的持久度也不错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 我选择不得 我应该会选择这一支 因为它又不用拍 又容易做到松的效果 这支的弹性大一点 但需要的技巧性都会高一点 下一个唇膏 我又是跟着代购买 我看到它纳了 又是三四十代的 这个的润唇膏 它是490日圆 现在冬天用有色的润唇膏也挺方便 它真的挺润 有少少调色的 但它的颜色落到嘴上 是有少少螢光的 但因为我本身的嘴是暗啞 那就中和到 如果你本身的嘴是鲜色 塗上就可能会觉得有些 螢光得更厉害 而且因为它的显色度不是特别高 所以就做不到一个阔咀的效果 但我完成了 你都不可以要求它这么多东西 挺好 嗯 嗯 我想看看这个粉底的 变暗的情况是怎样 一个小时之前 我塗了一屁粉底在这里 这是一个小时之后 它的颜色的变化 都真心相当高 不过我刚才的观察 就是它15分钟左右 它已经是 立刻变到那么橙 但是它变橙完 它就会停了 那15分钟左右 这一小时期间 它就不太觉眼 有什么很大的变化 所以我觉得 这个变暗的程度 都可以接受的 只不过在你买的时候 就直接买 淺亮度的颜色 去到用会好些 对 通常控油度高的粉底 都会有一个变暗的情况 所以是很正常的 而且我刚刚想抹走它 它一只手道很适色 我拿了一只手道 它也是握住了 所以它的持久度很高 接着最后一样 就是我跟着一个漂亮的 日本姐姐买的定妆品 它是1200日圆 用之前要摸一摸的 就是它说 噢 帽子都很小 因为我正常看到这些 膠瓶的包装 我就会觉得它的噴头 可能有点废 噴头很小 很舒服 而且它很香 好像在噴空气清新剂 好 等它干 同时弄一弄头 刚刚噴完定妆 噴帽子一会 我想三四分钟左右 整个面的濕濕 就已经干了 现在摸上去的面 是超级干爽 如果我做一些很大的动作 表情 你会觉得好像有膜 盯着你的面 它是真的 锁住了整个面 我做了这么多阴影 我印上去都没有射出 这个定妆派霧 也不错 但这些锁住的定妆派霧 万一你真的有容妆的话 是很难没有妆 但我也喜欢它 今天这一条在日本金风买的影片 就来到这里了 总括这么多件产品 我自己最喜欢 觉得最值得买的是 这个眼线笔 既好用既开心 而且它有很多 很有趣 很可爱的颜色 另外CAMIC这个眼影 我也觉得便宜漂亮 是挺喜欢的 我下次去 应该会买其他颜色 这个定妆派霧 和这支很幼的遮瑕液 都不错 不知道你们喜欢哪一样产品 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我想说 这个跟风老人买的过程 是比想象中困难 我在那些药妆那里 好像那些痴汗那样 因为我是针对跟着一些 她自己的妆都很漂亮的姐姐 我去到就会 陰点陰点跟着她 跟着她 然后会看她买了什么 然后他们买的东西比较慢 我就等了她很久 终于拿了一样东西 买了 我是有用过的 所以我又要继续等 然后我好像痴汗到 他们发现我 不停地跟着她 偷看他们买什么 我觉得自己很奇怪 然后他们买的后期 我已经放弃了自己 因为很累 我直接伸个头去看看 别人的扣文栏里面有什么 这样看着 然后我去四围看别人的扣文栏 看到我男朋友跟我说 你这样看别人的扣文栏 那个人是呆了 这样看着你 我今次在日本看到两部领弹机 可以领一些很Q的胭脂 或者是眼影盘 有小猫的Dora Mi 和Samuel的卡通 可以领 然后我就去尝试领 我们Samuel的那部机 第一个领到的就是这个 超Q 它是500日元 即是25港元 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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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很美 很兴奋 然后我就领第二次 这是第一次领到的 然后这个是第二次领到的 这也是一样的 不要紧 因为有两部机 然后我就去另一部 小猫的Dora Mi 再领 然后就领了这个 好美 然后我就打开来看看 那么纵红面的这颗领 然后就放下Melody这个颜色 我心想看上去 看上去 没理由塗上去 也一样 对吧 几乎是一样的颜色 哇 即是现在 我有三颗一样的颜色 不要紧的 还有很多颜色 还有很多机会 对吧 然后我就再领 别以为是刚刚那一颗 这是第二部机的第二 不服气 我就再领 领 我连续领了五颗一模一样的颜色 因为我就觉得不行了 这部机可能所有都是这一款 然后我就过去Samiro的那部机 我就再领 领 今次终于有新颜色了 然后我打开看看 哇 这颜色很漂亮 是膨胀色 即是我现在在用这个膨胀色 是不是很开心呢 刚刚那个领了五颗一样的心情 立刻开心了 看一看看一看 其实彭掌色多漂亮 后来我就觉得 嗯 这部机有希望了 接着我这部机 再领 OK 接着我再领 接着我再领 我觉得日本领蛋好像赌博一样 然后日本领蛋 那领蛋 那领蛋有回收机 回收机 它会像老虎机那样 转三个公仔 然后呢 我就进这领蛋 转三个公仔 混情大 好 嘿不要走 我就想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业务 顺手买一下广告 那其实呢 我们公司呢 是有一大班很优秀的化妆师 除了提供一个化妆 婚礼 宴会的服务之外呢 还有一对一的个人化妆班 如果呢 你们想最精准最快地知道自己化妆有什么问题 可以极速去到解决和改善的话呢 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一对一个人化妆班 另外呢 在假不时的逢星期二晚九点钟呢 其实我们都有一个限时优惠直播 因为我们其实有网店的 那网店上面的产品呢 就是我觉得好用的产品 才会放在上面 假不时的星期二 晚上呢 我们会有直播 聊聊天 和聊聊聊天 那星期呢 有什么优惠的产品 如果大家有空又想跟我聊聊天的话呢 那就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的直播了 这个呢 就是我的个人IG 这个呢 就是我们公司的IG 这个呢就是我们小米部的网站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下 拜拜